大家好,那我们现在要进行这学期最后一个单元 就是电脑辅助翻译的最后一个单元 那我们想要复习两个主要的主题 一个是前编辑后编辑的策略是什么 那第二个是神经机器翻译 我们使用Python去呼叫神经机器翻译 那我们想要做一个除了之前的介绍之后 我们想要再做一个再加强大家的印象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今天的课程 那投影片可以在这个网址里面下载 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第一个部分 就是机器翻译的前编辑跟后编辑 那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前编辑跟后编辑 那我们现在是要把这个前编辑跟后编辑 我们想要归纳出一些策略 使用的策略 那这里面有这个 这边有一个我们的这个上课使用的这个练习 那还有同学的作答 那我们这边把这个资料上传到这个 如果有兴趣的可以把它下载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进行有关前编辑跟后编辑的策略 那这里面我列出来有关于前编辑的部分 我觉得前编辑的话就是会用在什么 当这个中翻音的时候 使用前编辑会比较有利 原因是因为我们是中文的母语者 那中翻音的时候呢 我们要修改中文是相对容易 那所以前编辑的意思就是在机器翻译之前 修改原文 那我们是中文的母语者 我们修改中文是比修改英文要简单的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前编辑使用的时机 最长的时机应该是中翻音 那相对的话后编辑的使用时机 我认为是在中翻音之后 在中翻音之后 中翻音之后的话 它的这个也可以使用后编辑 那同样在这个音翻中 音翻中的话前编辑我们大概比较不会用到 那音翻中的后编辑 因为翻译成中文之后 那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 那所以这个这个时候呢 后编辑对我们来说相对容易 那但是如果是中翻音的话 后编辑的话 我们的这个因为英文对大部分来讲 并不是我们的母语 那所以这里面我这里面应该修改成就是 我想针对的就是如果是音翻中的话 我觉得后编辑我想我就不用太多介绍 因为只要意思对的话 就看各位看大家的这个中文的造诣 那我想要把它改成说 这个地方把它改成是中翻音的后编辑 那这个地方把它改成中翻音的后编辑 因为中翻音的后编辑对大部分来讲 英文不是他的这个不是我们的母语 所以我们这时候需要有一些工具来使用 那所以我这里面把它改成是中翻音的 所以我们主要今天在讲的是中翻音的前编辑跟后编辑 那我们就举三个例子 这是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 这是根据那个报纸的标题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报纸的标题 一个新闻的标题 那开车滑手机翻车了 撞安全岛再撞试车30岁男还被抓包5兆 这是标题 那我们如果要做要让机器翻译 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示范 有这样的一句的话丢到这个 Google Translate跟Deep L的话 大概会成什么样子 那我们就先用到那个Deep L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效果其实是非常差 大家可以看一下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因为我们中文这个地方主词动词 到底是谁开车谁翻车 谁撞安全岛 然后这个整个句子呢 我们中文因为是所谓的Discourse Oriented 所以必须要用前后文的这个 就是前后文还有语用学的知识去猜测 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 那对机器翻译来讲的话 这相当困难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句子的 因为标题 这个是新闻标题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句子的界线 大家可以看到 句子跟句子的界线 有时候没有标点符号 或者是标点符号不清楚 那这对机器翻译来讲的话 效果都会变得很差 那以这个Deep L来看 这一句 大家可以看到 变成车子在滑手机 主持变成是车子 那滑手机 主持车子在滑手机 然后车子撞上安全岛 然后撞上四辆车 然后这个地方句子跟句子 标点符号 因为这个地方没有提供标点符号 所以这个英文的标点符号 它也不知道在哪里 那Google Translate 同样一句 Google Translate大概在两个礼拜之前 其实还是蛮差的 那这个现在经过两个礼拜之后 Google Translate又进步 大家可以看到它在这个语意的部分 它事实上就是逻辑的关系 它事实上是抓到了 那它抓到的是 它是先翻后面 就是30岁男被抓包无照 所以The 30 year old man was caught without a license after hitting the safety island and then hitting four cars 文法上基本上是没有太大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呢少了什么 少了滑手机 这里面没有滑手机 然后呢 它是无照驾驶 那was caught without a license 那这一样省略掉 was caught driving without a license driving without a license 所以这一样少了一个driving was caught driving without a license 然后少了这个滑手机 那其他的部分文法上 它其实是 还可以 比这个Deep L要好 所以Deep L本来语意上 本来其实是比Google Translate强 但它遇到这种文法中文的这种 句子的结构不清楚 组织动词受止 组织动词不清楚的时候 还有标点画有问题的时候 那Deep L表现就比Google Translate差 可是如果我们去改 我们可以试试看这三句 那我们这三句 我们就是把第一句呢 把这一句呢把它改的 我们可以比较这三句的结果 那我们在比较的时候 我们就为了方便几句 我们就多了一个空 多一行空 来比较一下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 这一句呢 跟这个翻译根本完全没有关系 那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个 所以有时候 神经机器翻译系统 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那这就是一个例子 那 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会产生这个翻译 完全不相干的翻译 那第二跟第三句的话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二句跟第三句 这个时候呢 刚才我们单独翻的那句的时候 它的翻译并不是这样 但是它现在变成是这样 那我们为了要把刚才的那个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再翻一次 这个再翻一次 你看它出来还是出来这个 呃 我们再重新弄一次好了 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原始的样子是这样 那现在我们把它改一下 那我们让它文法 主词、动词、寿词都比较清楚一点 那我们就用另外这两个句子 再把它放进去 我们这前编辑 改原文 改原文 这个地方 把它贴进去 这个我们前编辑完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编辑完之后 看它的 看它的翻译有没有比较好 第二句 三十岁男 我们把主词、动词、寿词 把它弄得分清楚 那谁开车 三十岁男 无照驾驶 开车时还滑手机 撞安全导 再撞试车 车翻了 那这个地方呢 唯一的缺点就是说 我们的那个 这个句号呢 我们有给它很清楚 我们就都用逗号 但是主词都是三十岁男 那他三十岁男他怎样 无照驾驶 然后 后面都是动词 所以 大家可以看一下 The 30-year-old man driving without a license Driving 这个地方还是错掉 滑手机这个地方还错 Hit a safety island and then hit four cars The car flipped 你看 还是一样 如果我们给他逗点的话 这个地方 他还是会出问题 但是他以文法 已经比刚才好很多了 如果再看一下 把它改成 30岁男 无照驾驶 边开车边 罚手机 逗点 然后 撞安全导 再撞四车 车翻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The 30-year-old man driving without a license while driving also slide the phone hit the safety island and then hit four cars The car flipped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就是说 如果我们去修改这个中文的话 让他文法的关系比较清楚的话 那他的这个 这个 翻译出来的品质呢 就比原来要好很多 那 所以接下来就是后编辑的部分 那前编辑的部分 前编辑的部分 我们可以再继续修改它 但是 我们也可以根据 这个结果去修改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如果是新文标题的话 如果是新文标题 他因为为了要简洁 所以他的 他的定词 Determiner 就是所谓的罐子 不定罐子 他会审阅掉 那一般的句子的话 一般的句子的话 因为我们眉头眉尾的话 我们不会讲的 使用的的时候都是 听话者 或是读者 知道说话者或是作者 在讲什么东西的时候 才会用的 那不会没有头眉尾 像我们讲说 早上有一个人来找你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有一个人 然后第二次再讲说 那个人怎样 那 那个人怎样 这个是指说话者跟听话者 就是类似这样的 那说话者跟听话者 知道有个默契 听话者知道说话者 讲的是谁的时候 这个时候说话者 或读作者 才会用那个 同样就是那个情况就是的 所以早上有个人来看你的时候 man came to see you this morning 然后第二次the man 所以如果是要 按照这样子的一个常态去翻的话 在一开始的时候 那当然新闻标题 我们刚刚讲过 新闻标题 灌词跟不定灌词会省一个点 那如果按照一般的文法 完整句子的话 应该是 30 year old man 对不对 a 不是the 然后 30 year old man driving without a license 然后这个地方 所以他主词呢 这是修饰他 driving without a license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句子呢 它主要动词变成从 在这边hit 滑手机 大家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改 那这个很明显就是错的 滑手机 所以这个时候 滑手机 可以英文怎么讲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 比较两种的翻译 那我们再 把这个 这两个 弄到 google translate 在google translate 我们再把它加进去 这两个 看看他的这个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个google translate 这个地方 他就用 a 30 year old man drove without a license 你看 这个一改之后 文法关系一改之后 他整个结构就不一样 所以他这个 这个时候 白石德爾变成 a 30 year old man drove without a license slipped his phone 他就用slip 那这个用sliding his phone 所以我们可以检查一下 到底 到底是slip 还是slide 还是其他的 那 那我们可以 就是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用到我们之前 课堂上教的这个 就用这个 就用这个 单语跟双语检索 那单语的话 可以用一个netspeak 也可以用google 也可以用google translate 那我们也可以用google translate 那我们也可以用google translate 比如说我们现在打slide form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slide是指滑 就是可以整个滑 像这种 这种 整个可以折 整个可以折 就是可以滑出去的 这种叫slide 那 那 我们要的是说 在滑的 应该是指滑他的萤幕 所以 滑他 比如说在萤幕上滑 那我们这样 这样打 我们不晓得这边 是不是还有其他界隙词 那我们假设说 这样打 看看可不可以打到一个接近的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用 也可以用netspeak 其实是用swipe 看看swipe 有没有 那我们可以用 这个swipe swipe swipe to unlock phone 对不对 所以 你是滑的意思就是swipe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是用swipe 没有错 那 怎么去 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How do I get rid of swipe to unlock Why can I use swipe to unlock my phone 对不对 所以swipe 就是滑手机 这个滑是swipe 那 可是我们正确 就是完整的用法 应该是什么 假设我们这边讲说swipe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swipe 就是 swipe your phone 它说 the way you swipe your phone could be used to track you 对 它所以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 我们就是滑手机 应该是swipe 好 那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 可以 就是 用swipe 那 那 Google呢 Google 所以这两个 这两个是不太好 这个slip是错的 那slide slide的話 我们如果用一个戒气石的话 如果用戒气石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how do i make my finger slide across my touch screen 所以 所以 所以这个地方 slide across the screen 所以它不会讲说 slide phone slide phone 變成是指 这个 刚刚讲说 那个 就是可以侧滑出去的那种手机 所以 这边 但是这个就比较麻烦 slide across screen slide across screen 你可以这样讲 slide across screen slide across screen 所以 slide across slide across your screen how to slide your finger 所以 你可以是 slide your finger across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slide your finger across the screen 那就太麻烦了 那 swipe swipe swipe就是 刚刚讲说 how to swipe your phone 那所以 用swipe 比较简单 要不然的话 你用slide slide slide的话 就 啰嗦了 slide your finger across the screen 用你的手滑 这个手机 的萤幕 OK 那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知道怎么改 那 那 接下来就是说 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 所以这个地方 以罐词的用法来讲的话 2才对 所以这里面 可以比较一下 google translate 这个地方 当我们改 用把它pre-editing 改成这样之后呢 就是它的主持动词 受持品 比较清楚之后呢 它的罐词也会容易对 然后整个结构 虽然还是有点笨拙 那但是 还是有一些错 但是问题是 像这个地方 which overturn which 指的是 指的是谁 什么 根本 这个地方是有问题 因为前面 那如果像这个的话 这个就对了 the car overturned 那就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改完之后 它其实主持动词 受持会 会跟它的 文法关系比较清楚之后 它的英文就要改 它的翻译就会比较 就比较容易 就比较不会错误那么多 那 我们看到就是 不管是google translate 或是dbl 都是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就是 这个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参考一下这个标准 参考答案是什么 好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 刚才的投影片的这个 这个 这个网址里面 可以下载我们的 这个 习 习题 还有同学的 练习的状况 那我们会发现说 有一些常犯的错误 那 就是 同学可能就是 直接把机器翻译拿过来用 譬如说像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 Tiger The car overturned while playing with the phone 那 主持是The car 这个 车子翻了 那 在 玩手机的时候 那 车子是 不会玩手机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就是 没有把这个弄清楚 那我们 比较好的答案 参考答案 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主教 徐嘉宜先生 他 翻的 那 那这个 刚刚讲过 这个 新闻报纸 所以标题的话 他 他就会 把这个 这个 罐子 把他省掉 所以他这边就没有用2 本来应该有个2 30 year old man taxing 他是用taxing 他不是用那个 swiping his phone 他就直接用taxing 因为taxing是 他是在这个 我们讲说 在 在手机里面他要传简讯 他 打字 打中文字要传简讯 那 他是用taxing 那 这跟原来意思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 应该也算 这是比较 这是 也算 也算还好 那 虽然跟意思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 应该也蛮接近 那他是 30 year old man taxing and driving without a license 他这边是讲 ramps into refuge island 他用ram ram ram into 撞上 ram into refuge island collides with 4 other cars and overturn his vehicle 他这个 这个 这个翻译 基本上 就 就比较简洁 那 大家可以参考 不是说完美 但是 我觉得他已经翻译得不错 那 这是有关于第一个 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 第二个句子是 新冠疫苗 新冠疫苗 灼接种39.3万剂 创单日新高 高端最多 大家可以看到 好 在这个地方 那 所以这个地方主持是谁 主持应该是 佛籍上主持应该是人 39.3万人去接种 新冠疫苗 这是 那这个地方 新冠疫苗 那 这中文就是 就是他的这个 主持跟他的文法关系 变成 主持或受持 那 其实呢 就是 邏辑上的 邏辑上的受持 也可能当文法上的主持 那这就是 这边就是一个例子 比如说饭吃的 那 这个晚饭吃的 那晚饭吃的是 人是 人吃的晚饭才对 那 这个句子就像晚饭吃的一样 晚饭其实是 文法上的受持 所以应该是人 人接种 那谁多少人接种 应该是 39.3万人 接种 昨天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把 这边有个策略就是要把 逻辑的关系弄清楚 那 把这个 比较简洁的 比较文言文的用法 我们尽量就是用白话文 浊 浊就把它改成 浊天 时间 昨天呢 可以写说 昨天接种新冠疫苗的人数 达到39 可以很多种写法 其中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昨天 比如说这个句子 我们可以把它改一下 就可以变成是 你可以看一下哪一种翻译出来最好 那比如说昨天 39.3万人 昨天39.3万人接种新冠疫苗 这个就这样改 创下单日最高记录 其中接种高端疫苗最多 那或者是 昨天 接种新冠疫苗的人数达到393万人 创下单日最高记录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三句 这三句我们分别去丢到这个 Google translate跟Devail 来看一下 那这个 看一看到底是 哪一个 哪一个表现会比较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在把它弄到这个 DeepL 那把它可以比较一下到底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如果原來這個句子不去修改它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 這英文翻譯也是錯的 另外一個錯誤就是高端沒有翻譯出來 如果把它改成這樣子第二句的話 可以發現這個文法關係就對了 那只有這個主要的問題還是 第二句的話主要的問題還是 高端沒有翻譯出來 高端把它翻成high-end 它現在把它當作形容詞 那高端其實是高端是個公司 那它現在把它翻成形容詞high-end 這是翻錯的 那我們如果把它改成昨天39.3萬人接種新冠疫苗 創下單字最高紀錄 其中一些種高端疫苗最多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用被動 它是用被動 那這個地方是這麼多人 Receive the new vaccine 用 receive 那這個地方如果是vaccinate的話用被動 With the new vaccine yesterday highest number in single day including the most high-end 所以這個地方這個句子跟這個句子 這兩個句子其實經過我們這樣前編輯之後呢 錯誤都只有在這個專有名詞的地方錯掉 那我們看一下 這專有名詞改掉之後 基本上這兩個句子 就已經沒什麼問題 那我們看看google translate 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如果我們不改的話 文法的關係不改的話 另外就是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這個地方是翻錯的 那剛才我們看一下剛才debail的話 剛才的話 新冠它沒有翻譯出來 covid-19沒有翻譯出來 那這是google的話也沒有翻譯出來 covid-19 那原來的句子的話 這一句啊 39.3萬劑 of the new crown vaccine yesterday heat the 你看這個地方接種 它也沒有翻譯出來 所以這句也是有問題 那我們把它改成這樣子的話 改成這個前編輯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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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第一句好很多 但是比那個剛才的那個 debail來講的話比較差 那我們再看第三句 它用被動也是一樣跟那個 跟那個debail一樣都用被動 那這個 新冠它這個沒有用covid-19 那也是一樣 high end都翻譯錯 所以這樣看起來的話就是 第一句的話 剛才是google翻的比較好 錯誤比較少 第二句的話是debail比較好 那高端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看高端公司 高端 高端的公司 我們去查google google search就可以找到高端 好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地方高端 它的公司 那這個地方 M-E-D-I-G-E-N Medigen Medigen就是專有名字 或者是這個高端的公司 這個高端的公司 叫Medigen 這個 好那我們看一下就是 如果是 我們的助教 Rubin 他是一個freelance translator 我們看他 他提供的參考答案 他參考答案 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接種 to get vaccinated or to get inoculated 都可以 那 施打的話 是可以用 主動 to vaccinate somebody or to administer a dose of vaccine to somebody 用這種說法 或者是 to get a jab 就是to be vaccinated or receive a vaccination 所以 摘考答案是 Medigen is the usual way 就是用高端就是Medigen 那 所以 所以 參考答案在這邊 39.3萬 0.39 million jobs of COVID-19 vaccine administered 所以施打 這個地方可以講 administered administered vaccine 這個地方 administered to administer a dose of vaccine to somebody 所以 administered 你這個地方主詞是用疫苗 所以是 被 這個地方 administered a new single day record 然後他用分號 Medigen had largest share 這個其實翻譯的 相當不錯 這個高端 Medigen OK 那我們再看第三句 第三句 我們再看一下第三句的部分 那第三句的話就是 雪山隧道南下山車追撞一 追撞一車 你看 這個地方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念的時候都沒有標點花都很困難 所以應該是雪山隧道南下山車追撞 一車道封閉回堵4公里 所以這個地方如果逗點的話就會好很多 但是呢 這個地方如果我們要把它改成主詞 主詞啊 介系詞啊 那要弄清楚的話 在什麼地方 我們就說在雪山隧道南下路段 然後標點的話把它弄清楚 山車追撞 然後呢把它分距 這邊有個句號 這場之後造成一個車道封閉並且回堵4公里 我們看看這兩句 這就是pre-editing 剛才這兩句到底原來跟這個 原來的跟這個我們改過之後 我們看看到底差別多大 好那我們先看google transfer 那 這個地方雪山隧道 這是一個專業名字 所以要看一下這個怎麼翻 那 湯樓當然沒有問題 Southward OK 3ve coast collided 所以 在雪山隧道 對不對 在雪山隧道這應該有個介系詞 3ve coast collided with one 那這個地方它混在一起 就是你沒有標點的話它搞不清楚 到底句子什麼地方 在什麼地方結束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看一下 on the southward section of the snow mountain tunnel 3ve coast collided 3ve coast collided the crash resulted in one lane closure and 4km backlog OK 那這個就比 大家可以發現這個就比第一句好很多 那我們再看看這個 這個 Deep L Deep L也是一樣 跟Google transfer也一樣 一開始如果我們用它原來句子的話 它邏輯關係不清楚的話 它 根本就翻錯了 這 在什麼地方 這個介系詞它都沒有出來 因為它主詞 主詞它 這些邏輯關係不盡它根本搞不清楚 機器翻譯效果 這個地方 品質就不好 那我們如果把它改成 擺成這樣之後呢 那它主詞關係 邏輯關係清楚之後呢 我們看它的翻譯 A pile up OK 編環車錯 3 car pile up on the south section of the snowy mountain tunnel 但這個地方 DG就變成沒有動詞 OK The crash resulted in a lane closure and 4km back up 那 缺點就是DG 除了這個雪山隧道的專有名詞之外 另外就是DG變成沒有動詞 那我們看一下就是 我們看一下那個我們的Ruben助教 它提供的這個翻譯 那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它沒有提供一些 所以它會 所以 回堵 Traffic is back up for miles OK Back up for 回堵 好幾公里 Back up for Back up Blocked Blocked 為什麼不好 Blocked就變成封閉了 整個暗示的就是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開 那 那 南下北上啊 這些 南下北上啊 或者說 往方向的話 都會用 bond southbound 就往南 那 northbound 往北 那 這個 pile up的話 可以說 連環車禍 車禍 連環車禍的pile up 所以現在有兩個參考翻譯 就是 3 vehicle rear end collisions on 雪山 它是直接用 音譯 雪山tunnels southbound lane causes closure of one lane and back up for traffic for 4km 那另外一個是 3 vehicle pile up southbound lane of 雪山tunnels causes one lane and causes 4km back up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如果我們 這三個例子都告訴我們說 如果我們有中翻譯的時候 我們如果把句子 把它佛籍關係 把它讓它比較清楚 加上一些標準符號 讓它不會有這個 然後 這樣子的話 它的翻譯出來的 77翻譯出來的品質就會好很多 那我們這邊就 有關於前編輯的部分 我們整理出幾個策略 那給大家做參考 那 第一個就是 我們要把 剛才已經在練習的時候 已經講過了 就是要把 中文的 中翻譯的時候 要把中文的邏輯關係 諸詞 動詞 受詞 把它 讓它改成 修改成 比較清楚 這樣翻譯的話 就會 錯誤就比較少 那第二個是 就是 用標點符號 使用標點符號 使用標點符號 讓原先不清楚的地方 譬如說句子的界線不清楚 或者是說 讓它容易產生 不清楚的地方 讓它能夠 讓它比較清楚 多用標點符號 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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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子的話 我們就用句號 再過來就是 簡化句子 如果裡面有一些 文言文的成分 或是比較難的 詞彙 或者一些方言 剛剛講說像抓包 那這個其實是 我們的方言 方言 所以這個東西 在雙語平行語料 裡面比較少見 所以它是 它是根據網頁的 抓網頁的雙語平行資料 那少見的東西 它大概就翻譯不好 所以 就是文言的成分 比較困難的 或者是 地方的方言的成分 我們就盡量把它 改成 國語 比較標準的國語 然後把它句子複雜 複雜句子把它簡化 盡量把它簡化 那再過來就是說 有語意模糊的 好幾個意思的 我們就盡量讓它 只剩一個意思 那除非說這個作者 本來就是故意要 就是讓它語意模糊 讓它有 雙觀語或什麼 這個時候我們才要考慮說 保留它的奇異 要不然的話 我們盡量都留 如果有兩個意思的 我們就盡量讓它 有兩個意思 讓它語意更清楚 然後我們就是要多 paraphy 就是 原來句子把它 用另外一種方式去寫 讓它更容易懂 更容易理解 那這樣機器翻譯效果就會比較好 然後我們也可以試試看 英文的話 因為中翻譯 英文裡面用被動的比例比中文高很多 所以我們有時候可以把 被主動的句子用被人被動 那也可以倒過來 被動的我們也可以用成主動 看情況 那到底為什麼要主動變被動 或被動變主動 那其中一個考量就是說 跟連貫性有關 所以最後就是要注意連貫性 coherence 跟 cohesion 還有就是盡量互動式的去修改 就根據機器翻譯的結果 再來修改 就是有時候不只改一次 像我們剛剛好像只能改一次 其實可以繼續修改 互動式的修改 改完前編輯之後 然後再去 根據它機器翻譯的結果 我們再去繼續修改 那這是有關於前編輯的部分 那後編輯的部分 我們也整理出一些規則出來 那後編輯的部分就是 其實就是主要是 假設我們現在講的是這個中翻譯 那所以英文的話到底對不對 像剛才講slide form slide 那這個就不對了 那所以我們是要去查 查詞點 查搜尋引擎 查這個nexpeak 等等這些 這些語調庫 這些詞點 或是百科懸殊 那我們這邊歸納出來常犯的錯誤 名詞來講的話 有兩個常犯的錯誤 第二個常犯錯誤是 可數不可數 我們要去檢查出來 這個英文到底 這個詞是可數不可數 如果是可數的話 那基本上就只有兩種狀況 就是它前面要有罐詞 要不然後面就是複數 如果沒有罐詞的話 幾乎大部分的情況的話 都要複數 那少部分可以 就是維持單數 那再過來就是說 你如果這個動詞型 動詞的話 動詞型 你要檢查動詞型 另外檢查搭配詞 還有就是句子的結構 還有連貫性 還有術語對不對 那有時候 Google translate 或Devail翻譯的術語 是大陸的 因為資料量 大陸的 中國的這個 雙語的網頁的資料 比台灣多很多 所以變成說 有些術語變成是大陸的用語 所以我們把它改回來 那術語的部分 可以去參考國教院的 這個學術名詞的 這個資料庫可以去查詢 那另外就是 還要檢查說它的風格對不對 比如說 這個修改 這個修改 就是它 比如說論文的話 學術的 它是學術的寫作 那是 Academic Writing 它的Style 跟這個一般的 都不一樣 那是有它特殊的風格 所以我們看它是屬於哪一種 那再來修改 那我們最後呢 我們最後就是可以來 假設 假設 這個 因為我們在前面幾周都已經示範過 所以有哪些工具來修改 所以我們這邊 不會花太多時間 但是我們 我也再提醒一下就是說 還有哪些工具可以來幫助我們修改 我們就以剛才的例子 假設GG翻譯完之後 那我們如果沒有發現錯誤的話 那沒有發現錯誤的話 那 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句 那這一句 以這一句來看的話 那有兩種方式 有兩種方式 有兩種方式可以是 譬如說我們可以用去 有一些像 譬如說我們講說這個Gmail Gmail其實它已經用到語言模型 我們看一下這一句 看看它是不是可以找出來一些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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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好像沒有找出來錯誤 那沒有關係 我們來丟到Grammar裡 或者有一個叫Scribans 或者有一個叫Scribans 那Scribans也是 它也是 跟Grammar裡一樣 剛好 我們可以貼上去一篇文上 看看它可不可以找出來 文法上的錯誤 它第一句它這個地方 它其實它用把它合起來 所以變成是 變得沒有動詞 那 它這個地方還是有一點 我們可以比較一下看看 像Grammar裡會不會找到這些錯 它這要Login 那這要Login 那時間的關係我們就不示範 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用Grammar裡或者是Scribans 那 我們再試試看其他的兩個 看看它 剛才的這個 看看這個 其他的這個 看看其他的錯誤它可以把它找出來 好 那我們看看就是說 好 假設是 看看在這裡到底再用一個句子 好 我們就以這一句 修改完之後 那 丟到這個 DeepL跟這個 修改完之後 看看它 這個 比如說 Google Translate 或這個 Gmail 它可不可以改 我好像沒有找到 那這個地方好 沒有找到這個 沒有找到錯誤 那我們看 Scribans 這幾個它都沒有找到錯誤 那我們看一下 那Scribans 可不可以 還是沒有找到錯誤 所以變成說這些工具 其實好像都不是很好用 所以這個地方 也就是說 Google Translate 跟DeepL出來的結果 好像不適合這些工具去使用 那就 只能用這個 像這個 之前介紹的工具 像這個 剛剛講說 Nespeak Nespeak 用Nespeak 跟這個Linguage 用這個Linguage去查 查這個意思 用這種方式去 去 改良它的結果 改善它的 機器翻譯的結果 那 所以剛剛這個地方 用Sleep 這個地方就 要改 對不對 OK 用這種方式 那 比如說 The Car Slip Over 我們如果用Flip Over 的話 前面會是 我們去查查看這個 Car Slip 看看這個 Nespeak 這邊 Pumbo可以 那我們看一下Flip Car Flip 那我們看一下 它的這個 5900 比我們看一下 例句 用Car Flip Over 也可以用Car Flip Over 沒有問題 Car Flip OK 那就是用這種方式去修改 那 我們可以再舉 再試一個就是我們用這個新聞來看 把它中翻譯看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故意拿這個 故意拿這個 來讓它翻這個 我們來看第一句 我們來試試看DL跟這個Google Translate的結果 我們看看這個 這個翻譯有沒有什麼地方有大問題 它的文法的結構其實還不錯 It is rumored today that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operate before the Chinese New Year 那所以它這個地方 它後面有一些部分沒有翻譯出來 到前面都還不錯 OK 那 圓的話是 應該是NT$ 它這個用圓就不對 我們來看看Google Translate 我們來看看Google Translate 它也是用圓 應該是NT 3 billionNT$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比較一下這兩個句子的話 剛才的這個 DL的結構就明顯的比這個好 這個地方還是有點問題 這個 後面的部分不知道為什麼 後面部分這個都沒有翻譯出來 那我們如果把它 我們如果把它用句號 是不是會好一點 我們可以試試看 我們用句號 增加一個句號 不要逗號 增加一個句號之後 另外另外一句 另外一句它這樣的話 剛才它沒有翻譯出來的部分就出來了 那業者強調這個翻錯的 它再寫Industry 對不對 Industry 就錯掉了 那主要就是業者這個地方 沒有 沒有反對 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 用句號把它隔開之後 那就 就 原先沒有翻譯出來的東西就出來了 那我們等一下再看一下說 如果是以這一句來講的話 前面的部分的話 前面的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看一下 前面的部分這個 這個文法結構 跟這個DBL來比的話 DBL是比較好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部分也一樣 我們這個地方把它 多一個句號 然後把它隔開 看看它有沒有辦法翻譯 它這個地方 這樣子它就翻譯出來 所以這個地方 可以證明說 如果我們標點的話 多用一些 在句子的地方 就用句號 然後呢 有時候就是 要把它隔開 那這樣的話 不隔開 我想 這個地方 不隔開應該也是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那為什麼要隔開呢 這個地方 為什麼要把它隔一行 因為做完之後 我們現在得到兩個 我們就根據這個結果 就得到一個平行的文本 那 這就是所謂的句對齊 這就是自動對齊 那我們這樣 就可以用 之後再用這個 句對齊的工具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 以分行 換行符號 當作我們的這個 句的這個 變成是段落對齊 這樣的話 對我們比較有利 一句一句就隔開 而且我們看的時候 那另外好處就是 我們要比較 不同的 機器翻譯的結果 我們把它隔開之後 第一句 再第二句我們隔開之後 那我們再跟 跟這個 Google Translate 比 那就比較容易 比較好比 不然的話我們不知道 到底 全部都在一起 都要合在一起 我們就不知道 哪一句的翻譯在哪裡 那這樣的話 業者其實就是owner 沒有錯 那這個基本上 我們可以發現說 其實它這個新聞 如果我們把它 標點符號 多增加一些標點符號的話 那真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很明顯的就有改善 那這就是有關於前編輯的部分 然後編輯的部分 就是要再去看 這裡面有什麼錯 再去用這個 用這個 剛才講說 這個 Nespeak 或者是這個 Google Search Engine 或是其他的 Linkery 再去找 看看它裡面 有沒有什麼 需要改的 我們可以再試一個 例子 可以再試一個例子 拿新聞當作一個例子 來試試看到底 這兩個 用前編輯跟後編輯的差異是什麼 那我們再看一下就是 我們這邊就是 這裡有個不幸的消息 空軍 剛剛今天 今天發生的一個不幸消息 是空軍F-16V的戰績最寒 這個是 它沒有跳傘 所以這個基本上 這是一個很不幸的消息 那我們看看這個最新的消息 我們看一下這個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新聞 我們把它用這個 Google Translate 跟Debel來看 看看 哪一個翻譯比較好 那這是 這是 這是 那 Google Translate 我們看一下 那 這個地方它 句號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它句號都有句號 所以這個地方 句號是比較明顯 那 我們可以看一下文法結構 這文法結構 基本上沒有太大問題 好 那這個地方 我們要檢查 後編輯的部分 前編輯的部分 這個地方 因為它句子 基本上 還沒有太大問題 就是 邏輯關係還蠻清楚 那我們就是在檢查說 這個 這個 Conduct Training 這個搭配 Conduct Training Conduct Training Conduct Training 這個地方 我們來查看看 這個 這個 Conduct 我們說 Conduct Experiment 那有沒有 Conduct Training 有 沒有問題 Conduct Training 那這個 所以 Conduct這個搭配 是沒有問題的 那是 Google Translate 的部分 那 停飛的話 它用 Suspended order Combat Training Mission 這沒有問題 那我們看一下 Debell 那Debell 我們看一下 駐紮是用station 有沒有問題 Disappear from the sea off 在東石外海 off Coff 用OFM 那也是用Conduct Bombing Training Conduct Ground Bombing Training 特檢 進行天安一號特檢 OK Order a special inspection of the天安一號特檢 Spending all combat training mission 所以是 Order a special inspection 它這個地方是 檢查 Inspection Order a special inspection Inspection 也沒有問題 也沒有問題 8100筆 所以這次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告訴我們說 只要這個句子 邏輯比較清楚的話 句子的結構 如果用每個句子分開的地方 結束的地方都用句號的話 那這樣它機器翻譯的品質 都可以達到相當 算是相當不錯 沒有太大錯誤 沒有什麼錯誤 如果文法關於不清楚的話 那就會錯很多 所以我們就 就是利用剛才的這個幾個原則 這十個 所謂的這個 Pre-Editing 跟Post-Editing 的技巧 來這個 修改 修改我們的原文 跟我們最後的譯文 那 所以Post-Editing 主要是要會用工具 那Pre-Editing 跟Post-Editing Pre-Editing Pre-Editing的部分就是 要會修改原文 Post-Editing 是修改譯文 那我們 像英文不是我們的母語 我們就要借助 我們這學期 教的一些工具 那這些 像Nespeak Lingo Lingu 這些 或是Google Search 甚至維基百科 這些都是我們很好的工具 好 這是我們第一個部分 的 我們 我們 可以